你敢相信吗 这个外星怪物竟是人类的祖先 它不仅创造了人类 还曾经试图毁灭人类 就在不远的几亿年前 一艘外星飞船来到地球 带来了一个长得像白电风的男人 男人拿出一碗82年的八宝粥 一言不合就喝了下去 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开始慢慢地迅速变异 接着就倒在了小小的洪水里 赶快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自此地球上才慢慢有了生命 若干年后一群科学家来到一个星球 他们竟然在山洞里发现了 可供人类呼吸的空气 然而就在他们享受的时候 突然一段外星人的全息影像出现 外星人似乎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正在慌忙地跑路 最后一个腿短的甚至被钢能夹断了脑袋 懵逼的几人有些懵逼 走过去一看果然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 结果用体温计一侧 这家伙居然已经量了2000多年 机器人老六用智商250的脑袋 成功打开了被关闭的钢能 几人一走进去就被惊出了 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诡异的山洞里到处充满了诡异 不仅外星人的脑袋保存完好 洞里还存在着许多无漆抹黑的小罐子 然而更可怕的是 罐子上似乎有某些未知生物在蠕动 这时外面却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大风暴 几人赶紧不慌不忙地把脑袋打包起来准备跑路 机器人老六则偷偷带走了一个小罐子 跑路的时候发现竟然少了两个队员 他们不知道的是更可怕的灾难即将到来 男人打开一个两千年前的盲盒 里面竟然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大脑袋 大大的吓了众人一小跳 更加诡异的是 脑袋上竟然还长着头发 实习五十多年的医生 直接给脑袋打了一针生发剂 下一秒脑袋居然有了反应 慢慢地睁开了卡兹兰大眼睛 痛苦的脑袋有些痛苦 刚准备说话的时候 结果两千多年的口气 着实有些让人上头 医生赶紧把他推到浴室里 准备给他洗洗澡 下一秒脑袋就发生了爆炸 脑袋的基因序列 竟然和人类的完全吻合 我的天啊 这个外星怪物居然是人类的祖星 另一边机器人老六 打开了从山洞里带出来的罐子 里面竟然存放着一种神秘的黑水 为了弄清楚这个黑水是什么 他偷偷地把黑水 放在了大熊的饮料里 很快大熊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两个眼珠子红得像眼睛一样 眼睛里似乎还有虫子正在蠕动 然而还没来得及处理 就被叫去营救失踪的两名队员 等待救援的两人也遇到了麻烦 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游来游去 紧接着一条长得像眼睛蛇的小可爱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男人身出单身30年的小手 刚准备去抚摸他 下一秒就被小可爱紧紧地缠住 同伴拿出祖传的西瓜刀前去帮忙 结果喷出来的液体 直接腐蚀了他的头颗 接着小可爱顺着男人的衣服 就钻了进去 两人瞬间就领盒饭 这时赶来救援的大熊也发生了便宜 几人只好带着他回到飞船进行救治 但是因为害怕感染一个同伴 竟然不让他病死 此时大熊也知道自己命不决意 于是直接让同伴把他做成了烧烤 这一幕直接让女友静香哭晕了过去 然而等静香醒来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无孕不遇的他竟然已经怀孕几十个月了 深知这个胎儿不正常的静香 要求老六把他取出来 结果老六却告诉他老板准备留下孩子 就在医生准备给他动手术的时候 静香突然打晕了医生 接着他来到手术室决定自己做剖腹产手术 从没有见过这么狠的女人 他竟然要给自己做剖腹产手术 他立马设置好程序躺进了手术舱里 女人的肚子开始不停地翻滚 随着一道激光的划过 竟然从她的肚子里取出了一只长得像八爪鱼的八爪鱼 静香强忍得痛苦用丁书讥讽好个伤口 逃出手术舱后直接给怪物来了个高温消毒 慌乱中静香遇到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大爷 原来大爷就是老六口中的老板 大爷为了从外星人那里得到永生的秘密决定再次进入山洞 这一次他们成功地发现了一个正在休眠的外星人 老六二话不说就直接打开了休眠舱 下一秒外星人成功苏醒过来 结果老六一上来就要求外星人给自己帅气的怡荣顶赞 生气的外星人有些生气 一言不合就拧断了他的河 年轻的大爷还没开始说话也领盒饭 这个字你一定见过但你不一定打得出来 好在静香腿比较长才成功逃过一条狗命 紧接着外星人启动了他的飞船 他要带着可怕的黑罐子前往地球 试图将整个人类全部毁灭 静香告诉司机一定要阻止外星人前往地球 但是飞船上面并没有攻击武器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用飞船直接撞过去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 终于把外星人的飞船成功撞了下来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 静香走进破损的飞船里突然发现 之前的八爪鱼已经长成了庞然大物 害怕的静香害怕极了 就在这时还没领核饭的外星人冲了进来 直接掐住了静香的脖子 静香二话不说就把八爪鱼放下 八爪鱼直接缠住了外星人 下一秒外星人就领了核饭 没有了飞船的静香只能躺地等死 突然机器人老六的声音传来 老六告诉静香外星人在这个星球上 还有其他的飞船可以使用 电影的最后 静香带着老六成功地离开了这里 然而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一个一型怪物从外星人的肚子里爬了出来 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给你枪 我们下期再做